在云南昆明市区 市富佑保健院北墙外 有一座小公园 在公园内还有一座石碑 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 匆匆而过 这座石碑可不简单 它可记载着 大明王朝一段惨痛的历史 公元1644年 李子诚率领大军进入北京城 随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义寻国 很多朋友认为 明朝的历史便已经终结 事实上并非如此 清军入关之后 在南方明朝的控制势力依然存在 当时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政权 这段时间被称为南明 在三百多年前 南明最后一位皇帝就是在这里被杀 他被杀后 明朝皇统彻底灭亡 这里就是明永利帝殉国处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区 大家看 这座明永利帝殉国处碑就在马路边上 前方有一座碑亭是后来建的 碑亭内的石碑就是明永利帝殉国处碑 咱们靠近去看一看 在石碑上刻着明永利帝殉国处 这座石碑是在民国元年 云南都督 蔡厄以三宜市民的名义 为明永利皇帝立的 都督是我国古代的军事首长的官民 在民国初五年 各省也设有都督 监管民政 蔡厄我相信多数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 在1911年10月30日 蔡厄就是在云南昆明起义 参与辛亥革命 带领云南脱离清政府 起义成功以后 成立云南都督府 蔡厄任都督 后来在1915年 面对袁世凯称帝 蔡厄发起护国运动 起兵桃圆 一年后在1916年 蔡厄因病前往日本医治 当年11月8日 在日本因病去世 年仅34岁 最后是葬在湖南长沙的岳路山 在几年前 其实我拍过蔡厄梦 但那个时候的视频时长比较短 所以有机会我还会去湖南长沙 在拍岳路山上的梦 我刚才在拍摄过程中 有人好奇 过来看这座石碑 不懂什么是三宜 其实石碑上的三宜 就是云南省的代称 在清朝时期 先后在云南设置 宜东道 宜西道和宜南道 道是地方行政机构 在清朝 地方行政机关 分省 道 府 县 因此云南被称为三宜 或三宜大地 在民国时期 云南人就喜欢用三宜代称 云南省 在明永利帝 迅国处碑的一侧 还有两座石碑 一座是文宝碑 昆明市市集文物宝单位 另一座是对明永利帝 迅国处碑的简单介绍 在碑亭后方 大家看 还有一座石碑 这座石碑 是对永利皇帝的简单介绍 永利皇帝 名朱油郎 他是万历皇帝的孙子 贵端王朱长颖的儿子 崇祯皇帝的堂弟 在天启三年 朱油郎生于北京贵王府 崇祯六年 受封为永明王 到了崇祯十七年 席封贵王 就在这一年 李自成攻占北京城 次日崇祯皇帝 在眉山自义寻国 随后吴三贵 引清军入关 击败李自成 清朝正式入驻中原 但此时 清朝并没有统一全国 明朝还存南方的半壁江山 后来明朝宗亲 为了反清复明 在我国南方 先后建立了五个政权 永利政权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南明的五个政权等咱们去贵州探访永利皇帝陵墓的时候再详细的聊一聊 在公元1646年 贵王朱油郎在广东赵庆登基称帝 年号永利 永利皇帝登基后 南明在清朝的公式之下 依然是节节白退 一路从广东逃到广西 从广西逃到贵州 从贵州逃到云南 又从云南逃到缅甸 将永利皇帝赶到缅甸的就是引清军入关的吴三贵 后来也是吴三贵上走朝廷 让清军进入缅甸捉拿永利皇帝 最终缅甸国王在清兵威逼下交出了永利皇帝 就这样 永利皇帝被吴三贵押回到了昆明 根据清史稿中的记载 说吴三贵以公贤氏永利 永利帝母妻为避免侮辱途中自杀 也就说啊 永利皇帝是被公贤给勒死的 终年四十岁 这一年是康熙元年 根据当地人说啊 说当年永利皇帝是在必死坡头的金城寺被勒死的 也就是明永利帝殉国处备这片区 但如今这座寺庙没有保存下来 永利帝被杀后 民间以谐音称此地为逼死坡 再后来 清政府觉得逼死坡这个名字有损当朝生育 于是改为生平坡 取生平盛世之意 然而民间仍称逼死坡 那永利皇帝被杀后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呢 接下来 咱们就一起去寻找永利皇帝的埋葬地 我现在已经来到莲花池公园了 据名永利帝殉国处备有两公里 据说当年永利皇帝被杀后就是葬在这片区域 如今在莲花池公园内 还有永利帝被杀后卧倒在地的塑像 接下来咱们去找一找 我看见了 大家看 前方就是永利皇帝的塑像了 咱们靠近去看一看 看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说 贵州不是有一座永利皇帝陵吗 怎么它又葬在昆明了呢 贵州那座永利皇帝陵 有的说是衣冠种 也有说是明朝旧臣 在昆明收集了永利皇帝的遗骸 然后安葬在了贵州 关于这个问题 等咱们去探访永利皇帝陵墓的时候 再详细地聊聊 在永利皇帝被吴三贵命人 用弓弦勒死的十一年后 吴三贵竟打着 兴名讨鲁的口号 起兵反清 后来自己又建立了大洲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 咱们在探访贵州吴三贵墓的时候 已经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吴三贵的失败 从他杀掉永利皇帝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 如今这座明永利帝殉国处碑 静静地立在这里 就是告诉世人 三百六十多年前 这里曾发生过的一场悲剧 大明王朝也是在这里 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